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大概的这种形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下面的这个logo呢,我们这个需要表现的这个logo呢,可以给它迭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假象,粒子呢,聚合在这个logo上,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啊,这是这个标识的这个背景层,我们就不能动了,因为这个层呢,已经拾取了这个例子,所以我们还需要将这个标识呢,重新给它拾取一次,重新给它拖拽进来一次,那这样的话应该有两层标识啊 按照视频的键,放到这个位置上了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摄像机动画的时候呢,是重近到远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种假象,就是说粒子可能是在有,可能会有一种聚合的这种动画趋势在这里面 当我们这个粒子呢,这种趋势运行到这个6秒钟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其实就可以将这个粒子啊,给它做一个半透明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按住,我们选中这个粒子层,按一下快捷键,T键啊,将这个不透明度呢,给它勾选一下 默认的时候呢,是100%,我们可以将其实的这个100%呢,给它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拖拖到7秒钟的这个位置上,将我们这个零度100%呢,给它换成0 那这样的话,我们到这里呢,粒子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到这里的时候,logo也要出现了 所以说呢,我们要将时间线呢,移动到5秒钟这个位置上来 将我们的这个logo呢,按下快捷键,T键 然后呢,将它这个不透明度啊,100%呢,给它归成0 然后再将时间线呢,拖拖到这个7秒钟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呢,将不透明度呢,给它换成100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动画 在我们粒子逐渐消失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logo呢,就出现了 有一种这样的动画啊 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 在4秒钟这个位置上,我们整体给它渲染一遍吧 我们按一下数字键零件 好了,我们现在这个整体这个动画呢,就已经渲染完了 我们看一下它整体动画形式 按一下数字键零件,试试播放一下 那基本上整体它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这样 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粒子的这个形状呢,可以给它换掉 但是我在这里呢,换了ABCD 所以呢,整体效果呢,不是特别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打一排文字,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我们做到这一步呢,下一步呢,是要做这个logo的一个投影 当然我这个logo呢,做的稍微有一些大,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将这个上面的这个logo呢,Ctrl加D呢,给它复制一个 那复制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按下快捷键R键啊,给它做一个旋转 当然我们要将这个层的三维属性呢,给它打开 基于X之后呢,给它做一个旋转 转到这儿来,然后往下放 调的稍微大一些 调完,调成这样了以后,我们现在将这个投影的这个立体感觉是做出来了 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投影呢,给它做一个模糊的处理 模糊处理,所以我们要选中这一层呢,给它给一个模糊选项 有一个快速模糊 将它这个数值呢,给它调大一些 那这样的话,你注意看 现在呢,整体这个投影呢,就感觉在这个logo的下方 然后呢,我们再将这个 上面的这个投影呢,按下快捷键T键 它的这个不透明度啊 这个100%的这个数值呢,给它先给它删掉 我们从它的这个动画呢,应该是从 它的这个两个关键值呢,全部给它删掉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直接把它透明度降低就行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这个标识的这个投影部分呢 做到这儿呢,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呢,再将这个稍微微调一下啊 我们新建一个这个调整图层 我们在调整图层上面去添加光源的话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给它添加任何叠加效果啊 所以在生成选项找到这个镜头光运 注意看我们这个镜头光运呢,就会直接进来 然后下一步呢,是将这个镜头光运效果啊 把它放到这个左边来 然后当我们这个粒子聚合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 将我们的这个镜头光运给它K一个关键帧 也就是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啊 给它K关键帧 将我们的这个光运呢,移动到这个位置来 先放到左边吧 到这儿 直接给它扫光扫过去啊 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光斑效果 然后呢,再选中这个调整图层按下快键U键啊 将它两个关键帧给它调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找到这个镜头光运的这个亮度 我们将这个时间线呢,放到这个 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呢,将这个镜头光运的亮度呢 给它K一个关键帧 这里的这个数字呢,给它给高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选中调整图层按下快键U键 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将这个下方的这个镜头光运的这个关键帧呢 可以给它调出来 到这里呢,比较亮 那到这儿呢,稍微调弱一些 调到100% 然后到这儿 左键变亮到这儿 减弱 好了 我们这样的话,这个镜头光运的这个动画呢,就已经做完了 镜头光运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片子呢,基本上就已经做完了 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项目这里面呢 这里呢,再给它导入一点音乐 然后给它放进来 我们做好了这个工程以后呢 我们大家是肯定要将我们这个工程呢 给它做一个输出 这个工程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方法呢 是按下快捷键Ctrl加M键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这个渲染 渲染合成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添加文字汇聚效果 我们注意看啊 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输出 输出这里呢,选择这个格式呢 如果是AVI的话 我们输出的时候呢 尤其是在这个格式选项这里 保持Morain的时候 保持Morain的时候 我们输出的这个AVI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播放器 在播放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些卡 尤其是跟不上我们的这个音乐 像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都是因为码流的问题 AVI呢,是一个无压缩的一种格式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选择一个QuickTime 这是呢,我比较常用的一种格式 然后在这里呢,选择的是H.264 然后它的这个码流啊 然后选择格式选项这里啊 如果不是H.264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这个H.264啊 这里啊 然后选择确定 那这样的话输出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视频就不卡了啊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确定 然后这里呢,单击鼠标组件 然后呢,找到一个这个文件输出的一个位置 然后比如说我们存到这个桌面上 单击保存 然后鼠标组件点选这个渲染就可以了 当这个进度条完全走完了以后呢 说明我们这个动画呢 就已经给它做完了 啊,输出完了 然后你就到桌面上呢 给它打开文件呢 给它做一个预览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呢,我先给它 我先给它停止 那当我们这个文件输出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工程呢 给它做一个保存 我们可以在这个文件这里啊 找到这个整理工程收集文件 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可以将我的这个工程里面的 所有内容呢 都可以给它收集整理一面 包括它的这个图片 或者还有一些这个音乐什么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保存 然后找到桌面 目标题项目 然后这里呢 你可以随便输入一些名称 比如说000 然后 单击保存 保存完了以后呢 在这里呢 再点击收集 再存到桌面 然后再点击保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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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